洋蔥圈經過高溫油雜 呈現金黃酥脆的模樣 讓人屍屍大動 但高雄一間大麵店 卻沒想到會因此收到一顆心負貧 原來有人在網路抱怨 櫃檯的店員耳包 因為他們點了魷魚圈 卻送上洋蔥圈 而且反應時又遭對方臭臉 因此留了一顆心 但店家也覺得委屈 趕緊釣出當天畫面再確認 可以聽到點餐時客人說了一遍 店員又重複一遍 但不久後 這名男客人卻突然跑到櫃檯 經過溝通點餐的男客人 一開始還跟店員抱歉 但第二次來了一名女生 重複同樣問題 店員不但再次解釋 還跟女顧客致歉 雖然對方沒有多說 但送上的洋蔥圈 卻動也沒動 而且離開後不到一小時 立刻留下負貧 我們會照著單子上面 就是先附送給他 跟他確認一下他的餐點 客人當下如果能有反應 我們都會直接換給他 就是或者是說甚至退他錢 你尊重我們 那我們就是互相尊重 原本的小問題卻變成網路工房 讓店家也覺得無奈 如今只希望公開證據 提醒雙方能夠互相尊重